好,到50幾 然後他就關機了 好,午安,大家好,我是鹹魚爸好 之前有開箱過V11 然後也有簡單開箱過S2 那今天我要跟各位介紹另外一款 是Emotion V10F 如果從價格、價位跟CP值上面來考量的話 這台Emotion V10F 算是不錯的選擇 來,我們現在來開箱 這台是全新的 我們看看全新打開來長怎麼樣 其實這台並不算新喔 這台其實在台灣應該 這台上次應該有兩年應該有了 兩、三年有了 那個黑素石他那台 就是我們上次跟虎記一起去陽銀山那次 黑素石他滑的就是V10F 然後那個虎記的ALX 他滑的就是Kingsong的16X 金牛 那一款馬力也蠻夠的 那爬坡都沒問題 那這台V10F呢 他重量有20公斤左右 一樣我們搬這件不要重喔 不要...不要硬搬 我前陣子才剛閃到一樣 所以不要硬搬,我們慢慢 好,這是他的內箱 好,來開箱 打開來有說明書 那上面有序號 上面有序號 變壓器的線 然後這個是... 腿靠 他的腿靠還蠻迷你的 腿靠 這個是變壓器 然後是國際電壓 國際電壓 輸出是84V 1.5A 84V 1.5A 三孔的防空盒 第一層 第一層拿起來就剛剛那些東西 裡面就直接就看到毒輪了 沒有其他東西了 那我把它拉出來 注意喔,因為 毒輪這種東西有點重量 你們在拉取的時候記得 不要受傷 不要受傷 Hold住 Hold住在拉,不要硬拉 把這一樣放旁邊 看可不可以 可以 他有拉桿 跟S2我們裝的EMOTION的拉桿 一模一樣 一模一樣 把它拉桿是這個樣子 一模一樣 這裡 就是讓你貼這個腿靠 的地方 這裡有螺絲孔 可能在拆殼的時候 會從這裡拆 那V10F 有個優點是它的 喇叭 據說喇叭音質蠻好的 好,貼上去 OK 這個把它撕掉 好,那開關在這邊 這裡前面也是開關 前後都有燈 前後都有燈 有燈 有燈 那記得喔 你們在抓的時候 不要去抓輪子 那我們看一下 輪子的磅數 它是16寸成2.5 那建議的開壓是 一樣喔 35到45 我們一樣打個氣 它氣嘴比較凸出來 比較凸出來 會比較好打 如果 你覺得 不夠的話 會不好施力 像 S2它是有送 但是 Emotion 這一台沒送 有送的延伸感 延伸氣嘴 那我習慣 35到45 我一般會打在40 40或42 好 接下來我們準備來激活 像V11我覺得很棒的地方 是它有腳架可以佔 它V10F沒有 V10F沒有 沒關係 那沒有的話就是 開機狀態下找地方停的話 基本上它是不會打 那一樣喔 它用的是Emotion 熱型的App 我們來開機 開機 開機 重新搜索 好 找到一台V10F 好 找到了 處於運輸模式 是否要解除 OK 好 解除了 那我們來看一下它的 各方面的參數 好 我們來設定 防飛 飛轉功能開關 這要打開 打開的話 它這下面有一個鍵 你壓著 壓著 拉起來 它就不會 不會空轉 燈光效果開關 來 打開 你看 側面有燈光效果 關掉 打開 好 把它打開 最大速度 目前是25 喔 你如果把最大速限25關掉的話 它可以到40 最大速度可以到40 待機時間10分鐘 踏板引入運輸模式 我們把運輸模式關掉 然後驅動模式切在舒適 舒適 車身 校正 固件升級 我們來試試看 在動 那個 速度也會跟著動 我覺得Emotion不像S2這樣子 它 它鎖機這方面 就是限制功能 限制速度這邊 它沒有那麼使說 你一定要先滑個 一公里 然後十公里才解開 沒有 你這邊打開它就直接讓你 打開速限 好 這就是 簡單的開箱 那我們來播一下音樂好了 好 連線 喔 很大聲耶 好 連上去之後 會顯示的是 Unicycle Audio Unicycle Audio 然後側面 燈光 開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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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有開燈 關燈 開燈 前後 前面有燈 後面 有煞車 煞車燈 然後這裡有一些炫彩的燈效果 這是出廠默認的燈 的效果 它很多種 它可以在這裡做設定 然後它這邊有一些 例如開關機 開關燈開關機 然後 鎖車 效果跟喇叭 光設置 好可愛 那你進去 進去這裡面也可以從這裡去開 燈效開關 你 關掉 打開 有關於這個 讀輪的一些操作 在App上面都看得到 燈打開 燈關掉 那像因為 因為它沒有停車架 所以 一般來講 大概就是這樣子 開機狀態 如果你沒有馬上 沒有要停很久的話 你可以開機狀態這樣擺著 它就不至於倒了 但是記得喔 不要 像我們如果提起來 你沒有按住 防空轉 它會 空轉 那有點危險 因為我直接放在架子上 我放在架子上 如果 我現在手放開 有沒有 它就空轉了 它現在關掉 好 我現在給它開機 有沒有 好 到50幾 然後它就關機了 對 這次告訴你 如果你 超速它警告你 你如果還不停的話 它就會停掉 這要注意 千萬不要超速 好 那 開箱部分到這邊 那待會兒我們出去試一下車 我等那個 宅配來 我們再出去試車 好 6.7分 出來 今天試這個V10F 我覺得 它跟 V11有點像 但是就是 沒有像V11那麼高 可是我覺得它電機的那種 感覺跟V11很像 因為同一個牌子 然後它電機的瓦數是 2000 V11是2200 好 獨輪是這樣 一通百通 滑過V11 再滑在V10F 覺得V10F很輕盈 喔 4.0 4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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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4個 5個 6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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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個 6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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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動力夠 動力很好 然後比起 我之前的Kingsong 16S我覺得 他的馬力好像比他大 那我剛回想了一下 對啦 16S他的 電機只有 1200瓦 那這台有2000瓦 所以電機能力比較高 再來電池 電池這是960 960比 16S840也高 那他整體的續航應該可以達到 80到100 80到100公里 所以續航也比較遠 然後操控上來講 因為我滑過V11 現在再來滑這個V10F1 我會覺得他比V11 輕巧很多 輕巧很多 所以說這台我認為 有一點基礎 例如說 已經滑過獨輪 再來滑這台 我覺得應該會非常好滑 所以如果你 預算有限 沒辦法 直供 V11的朋友 我覺得V10F 可以考慮 因為現在價格三萬多 我覺得CP值算高 對 然後他的 他有喇叭 喇叭聲音也不錯 大概是這樣 如果有興趣的朋友 再到本時傳來問我吧 哈囉 感音 結束 你說 朋友 說 《椅子猪》 《雨天之王》 《雨天之王》 2 感谢观看